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及立法委员林佩祥 积极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争取 最后在礼监市会中通过决议 将支持成立基隆的SBL篮球队 这是基隆近30年来再度有属于基隆的职业篮球队 让基隆热爱篮球的民众有更多比赛可以观赏之外 同时也有助于三级衔接制度 让更多基隆子弟能够留在家乡打球 期待跟大家一起学习 然后把我们基隆的职业篮球队把它做好 再次的谢谢大家 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谢谢大家 因为这基隆大概近三四年来 幼四年来第一次 那也预计可以让很多喜欢这个职业运动的基隆人 有共同的荣誉感 然后也可以把三级衔接 把基隆好的高中学生或大学学生 以后就留在基隆打球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举多得 是每年九四杯里面 至少我们基隆人口不多 但是每年九四杯里面 至少有三个到四个是基隆 在基隆子弟出来 所以基隆篮球的风气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主要是因为基隆的篮球运动人口相当可观 过去市长曾经参与多项比赛的开球 与篮球名将林志杰等球星互动 他们都是基隆子弟 市长谢果良希望透过这个创举 提升基隆的篮球风气 增加市民的荣誉感 同时也让培育出来的基隆体育人才 能在地就业 就近打球 可说是一举多得 而基隆球队的队名将由市民投票决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